而第七个问题有人问到 有话说到关于马亚年历的七日 十三个阶段 九个循环 但是圣经又说神创造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七日 为什么好像多了那么多时间呢 其实有个问题是相信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 其实你是没有详细听清楚马亚年历 其实马亚年历从头到尾到现在 只有七日 换句话说 第一阶段是第一日至到第六夜 但是第七日 即第一阶段里面的第七日是包含了第2个阶段第3个阶段第4个阶段第5个阶段第6个阶段第7个阶段第8个阶段第9个阶段 都其实是在 第七日里面细分出来 所以按着马亚年历 根本神创造宇宙和天地的七日是未到过完的 其实是未完的 OK 不是说在这个 第13个阶段之后 第1个时段的第13个阶段之后再有其他阶段 不是 所以 简单来说 如果真的按照马亚年历 其实地球 或者宇宙 根本还未过七日 未完的 七日 但如果有人会说 但圣经里面说到 神创造天地的七日似乎不同 那个人就说有 似乎是真是地球一日 有日初有日落 一个早晨一个夜晚 其实这个很明显 是这个人 他不懂圣经 因为圣经根本从来没有说 在创世纪第1章 他的一日是我们24小时一日 并且在圣经第1章 创世纪第1章 是说明不是24小时一日 是绝对不是的 OK 谁想知道 非常简单 我们说有早晨有晚晨 我们日出日落当早晨晚晨 但是 我们说日出 是什么导致的 太阳导致的 但是太阳月亮这两个光体 今天是第四天才做的 那头三天怎么算 创世纪第四天才做太阳和月亮 明白吗 他才在地球上产生这个现象 以及我们尝试看看 究竟创世纪是什么 其实大家从很多年前都已经说 创世纪第1章已经说 关于神的创造和神的重造 创世纪第1章第1节 这个地是空虚混沌于明黑暗 已经是 产生了一些东西 导致它在大混乱当中 记住神从来不会做一些大混乱 明白 是经过某些破坏的 所以第2节是神重造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花时间去讲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在过去的30篇 去理解的关于 神的创造 以及关于神的声秀 各样的奇妙 以及这个新的概念 创世纪第1章是有排解的 不过我想给你看到一些东西 证明给你知道 这里讲的有早晨有晚长 不是在讲24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看到第5节开始 神称光为咒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神是这样算一日的 首先有晚上有早晨 OK 我们看这里有晚上有早晨 有时候一些人不认识神 或者人以前的对圣经的狭窄 多数会站在地上去思想 站在地球上 我看到有早晨有晚上 那当然是24小时一日 因为站在地球上 但是神创造在这个世界创造宇宙 他不是站在地球上来做的 明白吗 我们现在再看看 这里一直延续下去 不断讲很多次 有早晨有晚上 我们尝试看第8节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接着我们看第13节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接着第4日 神才做太阳月亮 是很可能的 第14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为 什么呢 分宙 夜 作记号 定节令 日子 年岁 其实原本是sign of time 就是时间的指标 时间的座标 实际上原来神定天上所有光体 根本就是为了 将时间 去记住一些座标 而实际上我们这三十几个星期 在讲这件事 第15节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 就这样成了 第16节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咒 小的管 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色光摆裂在天空 普照地上 第18节 管理 咒夜 分别 明暗 见不见呢 这里是第4日 神仙造太阳月亮 但是第4日 这两个光体 是管理 咒 和夜 分别 明 暗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咒和夜 和之前的早晨 跟着的早晨和晚上是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说这么多节 的早晨 全部是说漫长的一天 再晨眼中的漫长一天 但是跟着这里说咒夜 我们知道一定是 因为这里说的咒夜 一定是地球上的日头和夜晚 谁觉得是的 但问题是这个咒字 你看看原文 是闪光的 是闪下的 你知不知道闪电是多快 谁见到闪电有多少时候 有没有闪电是闪24小时的 没有的 这里说 原来太阳是管闪下的日头 OK 如果把闪下的日头 对比一天24小时 那是几分之几 那你就知道 神为什么看千年如一日 神可以看一千年来光 一千年来暗 神看千年如一日 他也可以看千年如一夜 但是以地球来说 千年已经到过很多日了 对不对 起码是一千个365日 神怎么看一千个365日为一日 这里说的早晨来晚相 是以神的主观镜来看的 不是在地球上的24小时 在神眼中 地球上的就是 闪下 夜 也是闪下 这里已经告诉你 不是24小时 早晨 你明白吗 但是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在神眼中 还未过第七天 你知道吗 我们还在第七天 尾星 OK 再给大家看见 这个经文更加让我们理解 神从来不是站在地球上讲这个创造 所以早晨晚上绝对不是这个地球做标准 有机会是以这个行乐系当中的黑洞 中间的黑洞做标准 不过这个我不花时间和大家分析 但是你只是看另一段经文 就是肯定这里绝对不是站在地球上讲的 因为你发现创世纪在以前的科技 或者以前对宇宙的认识 很多人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是很多阴暗的地方 鼻虫就轻不解释 比如第六节已经有这个问题 中文已经译到这样 第六节神说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但如果珠水要有空气 水分为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是真空 空气以上是真空 所以这里某字要有 很有问题 因为第七节继续说 神就做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 我们会觉得很合理 将空气为天 你仍然是 我一讲这段话 你只想着站在地球说 那你就会觉得空气是天 合理 但为什么空气上面有水 空气下有水 是解不通 因为如果你看看原文 空气这个字 原文是firmament 这个字 是strong number 7549 这个 number firmament 是谁想知道 firmament 如果你照它原意 其实在哪里 首先我们看看九大行星 九大行星 这个是地球 中间 我们围着太阳磚 但原来firmament 照足原文翼 firmament 就是这个 我们称为陨石大的地方 就是在火星 和木星 中间这个陨石大 叫做firmament 这就合乎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在这个firmament 这个陨石大 才称为天 原来这个firmament 是水分为上下 由这个firmament 计算里面 地球有里面的水 是大量的水 火星 地球有大量的水 但是这个firmament 以上是很少的水 原来整个九大行星 所以分水的量 真的是以这个firmament 去分 太阳系 一般分为内太阳系 和外太阳系 内太阳系 就是指最接近太阳 在小行星大以内的四个行星 就是水星 金星 地球和火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和2008年 被定为矮行星 的冥王星 所以你看到 我们就算在第六节 也不是站在地球上 那便合理 空气上面有水 空气下面也有水 Firmament 以上是真的有水 以上是真的有水 就是九大行星外面 然后九大行星 里面 关于地球 关于火星 都有水 并且极致多 那当然这点 或者我们有机会 再花时间 和大家去解释 《创世纪》第一章 但现在我们依这个概念 发现圣经所说的那种偉大 那种真实 是令人很震惊的 所以我们不是说 在七天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时间 根本说真的 现在世界 都是未完结这七天的 所以创造 当然是可以在这七天里面 那接着是第八个问题 由第八个问题开始 有些答案 我们只会用几句说话 和大家说 因为实际上说真的 如果真的要详细回答 如果真的要说福利 又要说得清楚 又要说到绝对很多资料 能够证明的话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说的 就算是创世纪第一章 如果有本事 我们能够在主犯之前说 都肯定要说几个星期 这是最少的 所以变成 如果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要详细回答 其实我们根本一路下去 都可以回答我们 2012年之前的时间 但是有些问题 我只不过是想 如果我一开始回答问题 已经说 我想调整你的方向 有些问题 有人问到 我几句回答你 然后让你知道 这是我的看法 是我的方向 是我自己所理解的 但是详细 我不能在这里 用了主日的时间去回答你 不过 问了 我觉得值得回答 给你知道方向 你有兴趣 可以看处这个方向去查 你会查到我说的 但是 我不会在这里花时间 每一点都要为了尊重你 而详细回答 一千个人问一千个问题 明明一百岁都未回答完 不用说下去了 所以接下来这些问题 由第八个问题 开始全部都是 可能是几句说话 回答给你们知道 例如第八个问题 有人问到 马连历的七日六夜 和圣经里面记载的节旗 有没有相关之处 在我现时所理解 是没有的 答完了 第九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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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看 关于一些超越圣经所说的知识 我们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 我们一直都知道 你一直都看很多超越圣经的知识 例如榴槤是好吃的 不喜欢吃的人是臭的 这是否超越圣经 那你怎样 你有没有离开神 有可能有领袖 或者基督徒跟你说过这句话 你有没有说过是异端 为什么你不说是异端 难道你是异端 他跟你说榴槤是好吃的 有人觉得是臭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听很多超越圣经的知识 不过你听否定圣经的知识 你就应该小心 明白吗 明白 OK 好 好了 好